社會上有許多的弱勢 真的需要我們這些物價師、地震室 還有中介代銷經濟的這些 我們這些從業人員來做關懷 因為過去我們忙著自己的工作 那我們想說 那既然市政府辦了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那我們就跟市政府 那我們離聚起來 來一起來做愛心 這是一個拋磚引玉 金額雖然不多 那希望能藉由愛心園園會的辦理 一方面能夠發揮愛心關懷弱勢之外 那我們這些從業人員也難得可以聚在一起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認購50萬的園園券 那我們會有率先捐30萬給公益團體 那我們因為當天整個認購的狀況 我們是還要再做統計 所以整個眷住的金額 我們會在當天的結算才會比較清楚 一個清楚是這個 我們自閉症協會 這是自閉症大家都知道 自閉症有人際溝通的困難 語言的困難 還有就是他可能還有就是說 學習自立的問題 但是我們協會已經成立24年 那我們很努力的把我們這些孩子 能夠教育成跟社會接近的一個狀況 然後讓我們身心障礙的所有的團體跟機構來攝攤 那今年非常高興他們又捐了50萬 就是來意賣這個券 然後讓所有參加的人就可以一一到我們所有的 身心障礙的團體跟機構 去購買他們的產品甚至他們的東西 來幫助他們 讓他們在提供這個身心障礙福利的這個服務裡 可以多一些敬會 讓他們每一年都有這些敬會 遠遠不斷來提供一些相關的服務 愛 用愛揮灑淨喊人生 台中市一百多年國際深情相愛者日 即表揚大會 台中市集中產聯盟閃亮地震 讓愛八分 11月24號邀請大家 貢獻愛心 共襄盛舉 獎獎鼓勵 謝謝 台中市集中產聯盟 引聽到將所有的愛心 在將對我們捐贈了50萬元整的圓球券 剛剛我們的總招理事長也提到了 愛心持續勇氣 希望大家共襄盛舉掌聲鼓勵謝謝 謝謝 又愛揮灑精彩人生